另外看到以服务海外华人为宗旨的新岛日报洛杉矶分社 最近喜迎30周年社庆 还特别举办了杰出美国华人颁奖典礼 表扬了神探李昌玉 联邦众议员赵美心 还有华美银行董长兼最高执行长吴建民等9位嘉宾 借此鼓励更多的华人回馈社区 一起切下蛋糕 在近300位嘉宾的见证下 热烈欢请洛杉矶新岛日报30周年生日 并且送上满满祝福 我们在洛杉矶已经得了30年 多谢这边社区的支持 政客啊 传媒者啊 那些录队啊 今天的来宾这么踊跃 300多个人 然后我们今天发行的报纸是 光是我大胆讲 就是我们今天的广告量已经是破创下了这个记录 伴着东森新岛前优胜者一万的美妙歌声 让整场的活动高潮叠起 而随着每一个奖项揭晓 更是给予得奖者最高的肯定 非常高兴 新岛日报跟我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这一次这个洛杉矶新岛日报成立这么久了 悠久的历史 我一直很喜欢看这个报纸 因为报道非常公正 今天也非常高兴 替我的员工高兴 因为主要是我的员工 他们一起努力 才把我们华民以下做今天这个承受 所以今天我是 也是主要是来帮 我自己的员工来拿奖的 开心上台接受这份荣耀的同时 受奖人也纷纷继续 未来要更好的服务华人社区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觉得对我过去做一些事情的肯定 所以也继续我让我能够更努力 我们大家华裔的人员已经平常上班很辛苦了 我们让他所有的理财的事情都交给我们 让他的生活更容易一点 让我们一站式的服务能够好好让他们过得更轻松一点 超过300位嘉宾出席热闹隆重的晚宴 祝新岛日报洛杉矶分社30岁生日快乐 美建国表示 华人社区的支持和鼓励是新岛日报前进最大的动力 观众查询更多讯息 请向新岛日报美国官网 通过新闻彭的洋平俊 再入三季了 参谎到